哎呀 下一个吃哪个地方的冰粉呢 妈 你的冰粉最近又来了吗 羊粉还没吃你啊 少子做的太没难度 这次我要吃纯手搓的那种冰粉 手搓的话 主题我都帮你选好了 看你的吧 要说的手搓 难当数四川的冰粉仔了 好多人称之为洗麻布 实际上是把冰粉说种子的粘液 洗到水里 搓洗个五分钟 搓出沫 水就变粘稠了 然后还需要沉淀个石灰水 静置分层 我只要上面那层 倒冰粉仔的粘液里 就要响匀 就可以到甜品碗里等凝固了 这今年小吃在家做也是简单死了 看着每一个小时就凝固了 而且这短短的小身段 看着就好吃 别看我一次性做了六碗 这小子一口气能盖掉三碗 今天的小料还放了百香果 酸甜冰爽的口感更绝了 难怪这款永远那么受欢迎 就我去年就吃过了 一点创意都没有 没创意 我看你吃的也挺香的呀 那粮粉草你没见过吧 再给你解锁一款广东粮粉 这种长得像薄荷的植物 是有南方菜 是为粮粉而生的草 也叫仙草 清洗干净也在水里搓 就像洗衣服一样搓出墨 这感觉有点像毒液 拖这个也就比冰粉仔 费个十倍时间吧 错完把渣渣过滤掉 就能得到一锅深深的墨绿色 匹配粮粉草的 是红薯淀粉 1比1的笔列搅和匀 再稻草叶里 不停的搅拌 煮到冒泡泡 就可以关火到容器里了 也是静置的凝固 就是仙草冻了 也有地方就烧仙草 因为咱用的是仙草 所以是绿的 这清新的颜色夏天吃 看着就凉快爽滑 咸口的我可不吃 咸口多好吃啊 也可以做甜口的 那我给你倒个椰奶 拌个红豆 不就是那个清浦凉了 这还差不多 什么粮粉呢 这个吃起来有股香味啊 这烧仙草啊 烧仙草不是黑的吗 哎呀 这是仙草做的 那黑的是干草做的 嗯 哎 那我下次要吃黑的烧仙草 还有桂林糕 桂林糕好像用这么贵啊 烧哪东西